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温老师 这篇文章我们来看经济学里面讲到的是印度 毕竟我们看到中国加以印度崛起 我们就讲到印度现在有数百万人中产阶级的行列 开始喜欢养狗,甚至还有人骑重机 对,有人说到印度的路不好,所以重机要耐操啊 所以他说如何在印度的经济下面增加它的推进器 这个字叫booster 在屏幕上各位可以看到booster这个字超级重要的推动推进 那当然booster也是可以各位可以推理的单词 语言的东西就是要注意,有人会搞混 他说只要政策正确,印度的增长再次令人惊艳 Astonishing 这篇文章也我们听了四分半钟 同学们加油咯 不过如果各位同学想要观看后面的内容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连问老师呢 就是一对一上课 我就可以每一周给你看这些课程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经济学院杂志的课程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再说一遍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你看荧幕上我已经讲解了2784篇 这代表简单吗? 时间过了12年 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了12年才可以累积这么多篇的文章讲解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很快就要超过3000篇了 一对一跟买课程有什么差别的 一对一你会发现到 里面出现的单字会告诉你他从哪个字变来的 你哪边弱哪边补墙 很简单嘛 就像各位都知道一对一的课程能够直接找到你的弱点 比如说如果你不知道recipient从哪个字变来的 我就告诉你说哦 他从receive这个单字变来 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到哦 这个就是你可以了解你做笔记的地方 strike我最喜欢问学生 你觉得他的过去是谁 很多同学都会答错 会达成stroke 对不起 strike这个单字 他的变化有这么多 你就可以快速可以看到 所以林文龙是讲解的课程上面有QR码 欢迎可以直接找我上课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 一对一可以看到很多单字的讲解 如果是导读课程 每年费用3600块钱 重点是就是一个听一个故事 但是250个故事也够多了 等你找我上课咯 拜拜